。 廖钟来,把握峰会系列措施。大马商家应捉住一带一路商机。 廖钟来,左二,或正陪值颁发纪念品,左为严幽婷,右为业为名。 吉隆坡24日讯,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钟来指出,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会谈中宣布一系列的措施,本地企业家和商团应利用此机会从有关的政策中获利。 厦门总商会理事就职。 他主持马来西亚厦门总商会第一届理事就职典礼时指出,习近平宣布除了向思路基金拨出1000亿元,人民币,夏同,约627亿令吉,和透过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及进出口银行,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贷款外, 也将提供600亿元援助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建设民生项目。 出席者包括中国厦门市原市长刘成叶,马来西亚厦门总商会名誉会长丹斯立正福成,总会长郑培芷,熟理总会长拿都言优挺和秘书长叶为名。 料中来说,习近平所提出的一系列措施,显示中国有决心和准备来落实,一带一路,同时也显示该国有能力和物力帮助沿线国家,同时也有技术和方程式推动这些国家的发展。 我国希望利用有关的援助来发展国内的火车服务。 身为其中一个火车领域崛起的国家,我们已分别和中国接洽兴建设双轨火车计划和东海岸铁道计划,因此我们将需要很多的专才和零件,相信透过与中国的合作,我们将能在这个领域远超其他国家。 料中来指出,我国与中国通过设立港口联盟来发展本地港口的方式,也让港口领域成为一带一路受惠领域之一,此外,我国具备的多项优势,也是吸引外资的因素之一。 这些现象显示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是吸引外资来马的最好时期,因此民众必须保持正面态度,才能达成我们所想要的愿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